最新的這一套一番賞 官圖一出來 我直接看到這一隻絕對也是我前三期待的一隻 一賞 撒旦先生 哇靠 我看到這隻真的是嚇到 非常非常大的一隻 那直接 可以來量一下神高 很久沒有量神高了 但我個人覺得他還是要靠底座 可能才比較穩一點 那他會有點後勤的感覺 我這樣子 量下來 差不多27公分 我這一個 撒旦 真的 非常非常大 最主要是我一拿到 實體一看到 一打開就是在剛剛 我整個 被驚豔到 大隻 低一點 再來還原程度 無敵之高 真的是非常誇張 現在看頭雕 現在看頭雕 超級無敵像 整個神韻 然後臉上的這個塗裝 的這種層次分敏感 然後胡渣的樣子 然後這邊 有鬍子的造型 然後他的這個招牌的 臉部表情 哇 這隻真的是 非常非常讚 然後他的那種黑人爆炸頭的造型 我目前看到頭雕 真的 覺得 非常的油 直接屌打 特朗克斯 然後達爾那一隻也是被屌打掉 然後悟飯 也是沒有比這一隻優秀 那整個武道譜的呈現出來 可以看得到 就運用了這些 煙燻色 的這種建成塗裝 然後胸口 跟手 的胸毛 全部 都有給你還原出來 非常非常的好看 然後他的腰帶這邊 也是有給你一些漸層感 在這裡 哇 這一隻真的誠意十足啊 肩膀這邊 一直延續到背後 整個漸層的感覺 超級無敵好看 然後褲子 褲子的漸層感 也是有給你 一直延續到後面 尤其衣服下擺的地方 這邊更加深了 所以你可以清楚看到 這深淺 明顯的對比 鞋子 穿著這種類似拳擊手的鞋子 哇這鞋子 超級好看 鞋帶的部分 然後皮革感 我目前 開了四隻 這個是第四隻 這隻真的是屌打前三隻 超級無敵優的撒彈 超屌 卡上底座 就可以穩穩的站立 而且底座是 砍得還蠻緊的那一種 建議就是 用凡士林 然後你再把它卡上去 這隻撒彈 真的是 讓我 非常非常的驚豔 因為開到現在第四隻這一隻 真的直接 咬打其他三隻 整個你不管是塗裝 做工水準還原程度 非常無敵至高 整個漸層的表現 然後還有加上鞋子 然後頭雕 的這種臉部表情 超級無敵喔 一個非常非常高的一個水準 的作品 那整隻又來到了27公分 相當相當的大 整個這種沙彈這種喜感的氣勢感 完全有呈現出來 其實沙彈如果擺在人類來講的話 他也是不算弱 但是如果你是要跟克里那一種 的人類來比的話 當然實力也是差的非常非常多 他就是只是一般人裡面 比較突出的這個人類的角色 整個 以綠葉來說的話 沙彈在青龍珠裡面 的確是有 不可或缺的一個角色 不僅是安撫 胖的摩恩普屋以外 然後還幫了悟空 他們 無論是金錢上 或是一些小小的援助 其實都有做到位 這隻角色 當初我一開始是非常討厭 但是到了 跟摩恩普屋相處的那邊 之後我就對他整個人 整個感官 但是開到這邊 你就會覺得 有一種 莫名的悲傷感 那畢竟就是 鳥三明走後 這一套 是真正 他走後的第一套一番上 你就會覺得 一方面拿到很棒的角色 你會非常開心 但是 一方面你有想要 鳥三明老師一定不在 所以這種情感的 糾結其實 相當的拉扯 那這一隻 我覺得 如果你是青龍珠 殺蛋迷 不知道真的有沒有殺蛋迷 那我覺得 喜歡青龍珠的話 如果你看到這隻 絕對也是 非常非常驚豔 我自己個人 超級無敵喜歡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Love&Peace 掰掰 我也在一起 與其樂隊伝達 hic一次 離不掉 融龍珠 芯